英国及右翼分子引发的暴力骚乱 造成当地人人自危 特别是在靠近儿童舞蹈班命案的北部地区 企业关门自保 担心成为暴徒剑靶 位于移民咨询中心附近的单位 也害怕遭殃 当地穆斯林甚至不敢出门 我认为这种犯罪 我认为这种犯罪 他们在拘捕了所有人 我们是抑制人员 我们在这里的厨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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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于极右翼分子曾预告星期三 再次上街反移民 反穆斯林 因此北部的阿尔德姆城镇 在这一天工业区大门深锁 业者让员工早点回家 以防万一 有的业者担心 如果暴徒纵火烧电 数十年的心血将会化为乌涌 同一时间参与南港骚乱的三名男子 因为暴力骚乱和其他罪名 在利物浦被判罪程入狱 检察官伊根警告 这三人只是冰山一角 他警告其他参与街头暴乱的人 迟早会承担后果 全国数百名检察官会和警方合作 对肇事者采取刑事兑付行动 暴力骚乱和其他罪名检察官员 这三名检察官员 在这一名检察官员 在这一名检察官员 这一名检察官员 这一名检察官员 检察官员